凌晨八点钟,我们早早就来到了天葬台寺院 围着寺院转了一圈,没见到天空中翱翔的秃鹫 有的是很多乌鸦和藏狗 此刻太阳还没出来,空气中弥漫着粉香的味道 白塔上到处布满乌鸦,零下几度的气温,让人打颤 车子上面也结了白白一层霜 过来看着远处的雪山,紧张地等待着 在干远处举行仪式的天葬台上 好多乌鸦和鸽子,还有十几只藏狗 这一刻,我不单对秃鹫充满好奇 对乌鸦也心存敬畏 又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寺院的经文响起 天空中开始盘旋着秃鹫 僧人们也在为适事的人诵经 寺院前已经有上百只秃鹫默粘站在草地上 家属也都在台前准备着 裹成胎儿状的尸体移放在天葬台上 我走进秃鹫的位置 藏族兄弟问我,那边的女士是不是你朋友? 女士不能过来 于是我急忙挥手,让小微返回车里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 我之前在西藏那边看到一个天葬仪式 是由很多女士参观的 再转头看到几个天葬师 已穿上一次性的隔离服 准备着要用的工具 我们在秃鹫旁边,有几个人拿着西藏的竹条虚担着 其中一个藏族兄弟告诉我 这是他的奶奶,为世间做的最后一次布施 其认为用皮囊来喂食秃鹫 是最尊贵的布施 体现了大神佛教波罗蜜的最高境界 舍身布施 等待天葬师那边分割之后 我们就都走开 几百只兔就一哄而下 这在藏族人传统观念中 代表着一个人曾经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 那么在死后也不能再走任何俗物 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只有让尘归尘,土归土 才能让死者放下一切牵挂 安然已去 时间又过去半小时 嫌许土鳩飞到山下车的位置 我不明所以 藏族大哥又告诉我 今天只有一个人 土鳩吃不饱 我们在仪式结束时要把土鳩喂饱 投喂一些牛内脏和牛骨头 看着多若土鳩头部沾满鲜红 我不免陷入沉思 人和动物又何尝不一样呢 无论是一彩分尘 还是朴素繁荣 无论是轻于红毛 还是重于泰山 生命都将迎来他最后的一战 死亡 方眼看向远处的山头 一群群鸽子在天空中 像一道道的轮回 死亡只是不灭的灵魂 与成就的躯体的分离 是在依次空间不同的转化 看天荡时提着最后砸碎的骨头 将逝者归还大自然 无论是土葬火葬或者天葬 三藏习俗也作为生者 对逝去之人最后的告别方式 反映了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的思想信仰差别 死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总会有着不可言说的恐惧感 就像人们对一切未知的事物 都会不由的自主感到恐惧一样 这也是人类的天性 但是人生在世 生老病死本就是无常的 每个人都避免不了 生命消失的一天 无论你如果逃避与抗拒 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在万家灯火的梦衣山窗沙里 人们是一者相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